你好 欢迎来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在这个礼拜呢 这个苏家全方面的幕僚有透露 就在本周以内 这个苏家全呢 他们会用一个高道德的这个标准 处理农舍的问题 但是到现在呢 还没有看出端倪 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 可是在民进党内部 我们注意到 这个小英主席呢 在挺苏家全的力道上面呢 似乎随着他这农舍的问题 风暴的延烧 反而越来越加强 挺他的力道呢 是非常非常的猛啊 这个蔡英文呢 就在昨天的时候 在台中的造势大会上面呢 哇 胜赞这个苏家全 讲的这个苏家全呢 这个脸 这个眼睛 脸上呢 出现非常感动的表情 而且呢 眼眶还含泪啊 不只是蔡英文 另外一个对于苏家全来讲 很重要的女人 就她的岳母 今天也出来讲话了 我们今天呢 首先要来看苏家全的话题 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现场来宾 大家非常熟悉的陈慧文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美女议员王红威 大家好 沈大老 武安 好 这个老大刘亦宏 还有这个蔡正元委员 大家好 欢迎这个五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您有看到吗 昨天 蔡英文 力挺苏家全 那个场面呢 可是非常的感人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应家配台线造势 来到台中 蔡英文毫不掩饰 大声喊话 力挺苏家全 台下两万名支持群众摇旗呐喊 蔡英文特别点名 感谢苏家全 念对农舍风波 苏家全日前大声控诉 被国民党抹黑 听到蔡英文表态支持 不断鸣嘴 忍不住 红了眼眶 来到台中 蔡英文寄出感性牌 感谢苏家全 在民进党最低迷的时候 挺身而出 并肩作战 蔡英文二十分钟的演说 用了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 来感谢苏家全 面对农舍风波越演越烈 蔡英文表态坚定立场 看得出稳固副手地位的意味能厚 中文学院年元兵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你看我没讲错嘛 这个蔡英文呢 讲的那样的苏家全 眼眶含泪啊 非常感动 而且蔡英文也是非常的特别 她之前的时候 对于有关于农舍的问题 其实她有点不耐烦 而且呢 也有点强调就说 这个一切这个依法处理 然后也也传出来说 在民进党内 包括这个蔡英文在内 对于苏家全这个 造成对她的这个选情的影响 其实不太高兴的 为什么 反而随着这个农舍的问题 这个加温 她的态度竟然是越来越挺她 大老你怎么看 我觉得事件发生到今天 我觉得英家总部也好 党中央也好 一直不晓得 应该要采取什么路线 一直就是模糊不清 那我觉得里头 大家士气不振 但是也没有人敢讲 这个声音讲得太大声 就说谁去挂铃铛啊 大家也说 我何必由我来做坏人 那你刚才提 只有像什么洪志坤啊 郭正亮 但是那个签证 目前都是属于权力外的 您讲的是关键 对就是不是权力核心的人 他们提出一些批评 但是你不要忘掉 大家常常提到 当年的十一扣 十一扣是权力内人 对而且挑战的是 当今的总统 陈水扁 现在是不一样 现在是快要变成 有希望变成总统副总统 但是挑战的是权外人 所以其实很多人 都是自己厉害的考量 那你刚才提到的说 有人就说他的幕僚 提到说这个礼拜 会有比较让人感动 今天动地的做 那个不是他的幕僚 是属于公职人员兼党公 不是输家权的人 那我觉得吴乃仁的谈话 比较有代表性 我觉得输家权应该学学吴乃仁 因为吴乃仁说很多事情 我们是不可以做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去酒店 酒家他不行 我就不能 他也只是总干事而已 他就说他就不行 我觉得很合理 然后他说标准当然要高 但是如果没有不合法的话 那就不需要处理得很彻底 但是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最后不管如何 要看当事人的意愿 所以这一件就是说 我们里头大概 他跟他见过那面三次 大概也讨论到 比较彻底的处理方法 那显然最后这句话 我可以听得出来 他们所谈到的option 就是选择方法之一 不管哪一个 塑胶权大概意愿都不高 我认为塑胶权也好 或是他的家人也好 或是他老婆也好 真的不愿做无谓的太大的牺牲 要不然如果没有选上 他处给了 赔了夫人又折兵 又折兵就不合算 那塑胶权我觉得从这一两天 在民进党团的公职人员也好 民意代表也好 在国会的全面粉扑 还有塑胶权这两天的谈话 我认为他们已经决定 要采取强硬路线 就是说我是被打压的就对了 而且这条路线一旦采取了 就很难折毁 这个是走上不归路 走上不归路 但是我觉得苏家庭两天前的讲法 我听起来 虽然我以前也是民进党员 我听起来是很恶心 而且我的朋友很多人都很恶心 为什么 因为他脸色很愤怒 那有的时候就是 真的气愤甜意这样 气得好 然后他就是所用的语言 是民进党的传统语言 民进党的传统思维 我这个地方是我们祖杯老婆要去除 这个我也不太相信 他不是 他那个是后来买的 他那块地是后来买的 所以他就把祖先拉进来了 而且拉进来就说要让他盖房子 那现在国民党就是要抹黑打压我 要让他去离职 对 车上我的家庭 车上我的小孩子 车上我的小孩子 所以我作为家长我有权力 保护我的祈祥 然后这个还没有关系 然后就说让我当选 然后我跟蔡英文主席总统 将来一起来保护我们台湾人民 这个真的扯得 扯得才有够远 我觉得这个听进去的人 是很少 我一直苦口婆心的在节目里头 不只本台 我在友台也是一样 我说塑胶犬 现在你 你老婆 现在加上她的岳母 不发言择矣 一讲话 每一样都是扣分 没有一样加分的 你怎么那么笨 你参考吴乃仁的发言也好 吴乃仁发言就很冷静 而且很中立 而且他现在一直认为 一直认为他这种谈话 是可以停损 可以止血 我觉得没有 而且你看他讲话的场合 是讲给自家人 讲给声率群众听的 当然大家鼓掌 哦哦哦 听了也有 但是我觉得 经过媒体的传播 我觉得是扣分 所以我今天再讲一次 你真的每次要发言 要保护你自己 要捍卫你自己 想想看 就是说 没有预设立场的人 听得进去吗 可是显然从这个 蔡英文昨天的表现来讲 她并不觉得说 之前他们这些谈话 是扣分的 她现在决定采取 一个强异的立场 你看之前的时候 苏小群还说 来回看 来回看 农委会来会看 如果说国民党觉得说我不合法 就国民党觉得 他不是说国民党觉得他不合法 国民党觉得要拆就拆 对他现在不讲这个话了 那这个什么蔡英文之前也说 农委会他们就去会看 一切就是看这个来处理 他现在也不讲这个了 变成要打这个悲情牌 这个是什么 这什么意思 这个是因为他从台一线这样 从屏东这样子一路走上来之后 他得到支持者的支持吗 是因为有支持者去告诉他说 你现在不能够坏人 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所以他得了吃了大力丸吗 这一点我补充一下 我想蔡主席即便到目前为止 觉得苏教权的回应 他的谈话是扣分 但是大概不是扣分 大到但他不能忍受 那既然路线已经决定了 那扣分也只能吞下去 就装着说还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撑 而且这个撑不是一两个人 是全面的 是因为主席这样子表态 大家底下的人当然是要这样做 我们来看一下 蔡英文的这个态度是真的有转变 昨天我们倒过来看 这个10月13号 他就是感谢苏家全 在民进党气势最低迷的时候 跟他并肩作战 而且他花了不只是这个 20分钟的演讲里面 不只是4分钟 5分钟的时间 讲得蛮长的 可是你看看看 之前的时候 我们从10月1号开始 他说这个苏家全 已经提出澄清和说明了 屏东县政府也提出合法的说明 这些事情要适可而止 他讲的这个适可而止 是外面批评的人要适可而止了 选举要回归到政策面 好记者再问 他就说苏家全已经表明了很清楚的立场了 我们不需要多做影射 11月11号 他说苏家全已经表态 不论拆除或者是改正 一切依主管机关裁定 涉及私人领域 像比如说吴子佳 这个真的不是国民党 他是前民进党的 要苏家全跟他太太离婚 这些事情都要适可而止 后来在10月12号 才是前天的事情而已 这个媒体要问苏家全 他掩护苏家全 然后还要记者说 回来回来不要到那里去 然后主管机关要尽快提出明确说法 如果违法 他还讲违法就必须拆除的话 那就拆除 可是昨天的态度显然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态度的这个转变 就是硬干到底了 没有错 其实这个事情 已经轩轩扰扰两个多礼拜 那今天是星期五 看起来已经是完全的定调了 这个定调包含苏家全之前本来是说说 这个礼拜会有大动作 就会让我们发现 他的大动作是什么 告鸣嘴 他就搞了半天 他大动作是告鸣嘴 他的高道德标准就是这样 没有 但至少他这样宣誓 他就宣了 名都点出来了 对 因为我们本来一直在一起想说 他会有什么样的大动作 但是我想讲的比较具体就是说 他要告鸣嘴 然后昨天蔡英文这样的一个宣誓 看到苏家全 抿着嘴然后强忍着泪水 其实是想要营造一种 想要让人家感动的感觉 可是我想很多 其实我知道很多民进党的一些公职 他们在私下讲 对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的意见 所以我们在私下讲